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这两天新闻播出之后呢 有听众朋友问 为什么没有讲中美关系的问题 我们这个新闻节目 尽量的能够涵盖各种重要的新闻 我们讲了新闻的题目的 关键看这个新闻是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分享的 其实我们未必就一定要讲中美关系 修杰本人也不是中美关系的专家 我说了很多次 陈述事实讲出观点 我只不过是在新闻当中 跟大家分享真实的新闻 然后呢跟大家再分享我个人的观点 有很多听众朋友说 你的观点如此之般 你的观点如此之般 那没问题啊 修杰的观点肯定不一定全部是对的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面讨论 如果我讲的观点不符合你的想法 你就用谩骂的方式来辩驳的话 那这不是讨论新闻 那你就也没有必要加入我们的讨论这个行列了 那么讲到这个中美关系呢 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问了很多次 说现在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到这个现状 而中美关系还有没有向好的可能 再有呢就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毕竟修杰是历史系毕业的 那么中美关系可以吸取历史上的某一些经验和教训 不至于令到两国关系冲突吗 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妨花点时间 聊聊美中关系的现状 或者历史上有没有什么历史 值得我们看待美中关系当中 可以吸取一些经验 首先我们说 现在美中关系到这个地步 它的逻辑是什么 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讲 美国没有侵略过中国的一寸土地 美国在很多关键的历史时期呢 都对中国提供过帮助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中国国内媒体的文章 说这个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帮助中国 其实呢 居心是险恶的 比其他帝国主义居心更加险恶 他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说有些人认为 美国在中国没有租界 那篇文章说 美国虽然在中国没有租界 但是每一个帝国主义的租界呢 美国都有利益 然后说美国还试图在中国 这个口岸那个口岸 要进行通商 这是美帝国主义想侵略中国的野心 如果说一个国家想跟你开个通商口岸 进行公平的贸易 你的货品呢 可以卖到他的国家去 他的国家的货品呢 也可以卖到你这里来 如果你认为这是侵略的话 我觉得你说话可能要小心一点了 如果以这个标准看 中国今天侵略了多少国家呢 中国不是跟很多国家都有贸易吗 中国不是有很多工艺产品 都出口到每一些国家吗 比如说非洲的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 比如说中南美洲贫穷落后的国家 这是中国对他们的侵略吗 所以我们看待现实问题 看待历史问题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用客观 或者是比较中肯的态度 如果把美帝国主义先标签为一个坏人 然后来看待中美关系的话呢 我觉得这没有办法看得清 美中关系到底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再说 美国在很多历史的关键时期 都对中国有过帮助 这个话题呢 休结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 比如说美国的外交官帮助中国办外交 因为清朝政府根本不懂不懂什么叫外交 也不知道如何到欧洲去外交 就是我们说的在北加州有一个城市叫Baringham Baringham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外交官 他在离开美国外交官 助中国代表这个任上的时候呢 变成了中国的外交官 然后帮助中国在欧洲搞外交 这是一些个人对中国的贡献 包括英国人对中国的海关也是有巨大的贡献的 中国的海关是由英国人赫德建立起来的 因为大清朝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海关 英国人建立的海关 为清朝又延续了几十年的生命 在这个财政上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这我们讲是个人 但是作为美国政府 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期 有没有帮助过中国呢 很简单 如果你能客观的去看待抗日战争那段历史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反法西斯同盟 美国在中国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 这个话题我们讲过了 我想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 美国又向中国提供了多少的帮助呢 我们就拿中国加入WTO来说 如果没有美国的一力支持 WTO的很多国家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条件谈不拢的 所以说美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中国都有帮助 但是你认为美国支持过蒋介石的 中华民国政府 就是一个反对共产党 中华民国政府的这样一个邪恶国家 后来美国在改革开放当中 跟中国的友好关系 你又如何解释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待美中关系 就是美中之间 美国在中国没有占领过一寸领土 美国在很多历史时期帮助过中国 但是美中有没有战略利益的冲突 当然有啊 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 都会产生战略利益的冲突 就拿美国和英国来说 美国和英国没有产生过战略利益冲突吗 你看二战的时候 在欧洲战场上 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和美国的总统罗斯福 包括跟前线的将领 经常发生争吵 英美的联军 或者说蒙古的联军 应该先打哪里 后打哪里 是登陆西基里呢 还是登陆这个诺曼底呢 其实发生过非常多的争吵 为什么有争吵 都是各自的战略利益的考虑 当然最后矛盾还是解决了 那么美中之间 其实这个战略利益的冲突啊 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 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 美中之间才有战略利益冲突 当年在抗战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蒋介石跟美国也有战略利益冲突啊 那时候美国向蒋介石提供了 大量的武器装备 还有这个战略资源 包括什么汽油啊 橡胶啊这些 但是蒋介石在亚洲战场上 他是这个亚洲战场的最高指挥官 但是他跟他的美国派来的参谋长斯蒂威 也发生过很多冲突 中国军队在战场上 跟美国军队如何配合 跟英国军队如何配合 都有很多争吵 所以说国与国之间 发生战略利益的争端和冲突 本身也不奇怪 美中关系发展下去 过一万年 只要这两个国家还在 也会有合作 还会有冲突 但是美中虽然说 在战略利益上有冲突 但是关系可以不这么紧张 可以不这么尖锐的矛盾吗 如果说我们纵观历史 有没有一个历史时期 有一个国家跟美国的关系 跟中国目前跟美国的关系 比较像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的 现在美中关系相处的这个态势 我个人觉得就很像 在二战爆发之前的美日关系 为什么今天的美中关系 像美日关系呢 首先我们说 当时日本也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 很多人讲起就是什么小日本 其实如果你看当时日本的版图的话 除了现在日本的领土之外 当时日本还有更多的领土 比如说中国的台湾 在国际法当中 它是合法的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因为在这个甲午战争当中 日本打败了清朝 所以在这个马关条约当中呢 清朝就把台湾省割给了日本 所以它变成了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日本也占领了朝鲜半岛 无论这个占领是不是合法的 其实日本对朝鲜半岛 对这个台湾的统治 都令到这两个地区的民众 开始跟自己的 本身的民族文化越拉越远 他们开始讲日语 学日文 日本如果保持这种态势下去 它在二战当中 不跟美国发生冲突 它让台湾和朝鲜半岛 这两个地区 再被它统治 两代人三代人的话 那么这些地方就慢慢变成了 日本的合法领土 就像日本当初统治琉球群岛一样 琉球群岛本来也是个独立的国家 日本把它吞并之后 在国际上没有受到强烈的反对 日本也通过慢慢对 琉球群岛的这种同化 让它今天不是变成了 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吗 所以说当时在二战之前 日本的领土的面积要比现在大 所拥有的人口要比现在多 并且它的资源也比现在丰富 当然还有中国的东北 虽然说日本并没有在这个法理上 对中国的东北三省 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或者变成领土一部分 但是日本在东北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日本已经开始在东北 进行这个所谓的囤肯 就是让大量的日本的这个民众 移民到东北进行这个农肯 慢慢如果这些农肯 或者日本在东北地区 所建立的一些工业基础 基础设施慢慢会发展的话呢 东北我想东北三省最起码 会变成日本的一个附庸国 就是当时的满洲国会变成日本的附庸国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所以说 为什么拿今天的中美关系 和当时的日美关系相比呢 我们首先说日本当时是亚洲 刚刚崛起的一个大国 日本的经济实力 以及它的军事实力 综合实力都在逐渐的可以跟美国抗衡 所以像不像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40年的时间 让中国的综合国力 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那么当年跟现在不同的 还有个科技力量的进步 所以中国开始变成了一个 可以和美国抗衡的国家 那么当日本在二战之前 它变成了一个 可以跟美国抗衡的 亚洲大国的时候 日本的政策出现了什么样的偏差 终于导致了 它跟美国变成了敌人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天高海阔 张修杰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聊聊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 我们说在历史上 跟二战之前的日美关系 我觉得非常像 因为当时也是日本 成了一个亚洲刚刚崛起的国家 日本的当时的合法的领土 比现在要大得多 因为它包含了中国的台湾 还有朝鲜半岛 日本当时为什么说是亚洲崛起的一个大国呢 日本的崛起跟中国其实可以做一个对照 因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 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 都是被西方列强打开了大门 然后开始进行改革 日本经过改革之后 日本面临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清朝 满清当时在国际社会的眼中 是亚洲当然的第一大国 无论是国力还是军力 都是亚洲第一 满清如果跟日本进行一场战争的话 满清是可以把日本消灭的 当时所有的国家都这么看 但是一场甲午战争的黄海大战 令到所有的国家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原来满清已经腐朽到不堪一击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小国家 清政府的海军洋务运动当中 所建立的现代海军居然被日本全灭了 日本在打败了清朝之后 日本马上面临一个更大挑战 在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 这是亚洲人第一次打败了欧洲人 日本再一次令到国际社会 特别是令到欧美国家震惊 日本人通过明治维新所展现的国力 已经让西方国家十分吃惊了 这就是日本开始跟西方国家 包括跟美国产生战略利益冲突的原因 作为美国来说 他当时还不能算是今天 我们所说的霸权国家吧 美国也是世界一个强国 但是当时跟美国的国力 可以相提并论的 比如说有大英帝国 比如说有法国 比如说有刚刚建立的德国 还有当时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 这些国家其实在军力上 在综合国力上 跟美国都没有像今天 拉开这么大的差距 所以说日俄战争之后 令到美国觉得 日本如果是占领了中国 完全占领中国市场 并且对欧美国家封锁的话 这对美国的国际战略利益 是不符合的 所以美国当时就开始 对日本采取了防范的措施 防什么呢 防日本在亚洲称霸 防日本把中国彻底变成了 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 而在1914年的时候 又发生了另外一场战争 就是日德战争 很多人都不知道 日本跟德国 其实是打过一仗的 问题这仗作战的地方 很尴尬 是在中国的山东 为什么在中国的山东呢 因为当时在两次鸦片战争 还有八国联军 攻打北京的事件发生之后 德国占据了山东的很多地方 特别是青岛 所以今天你要是去青岛的话 你还看到有很多 德国风格的建筑 德国占领了青岛之后 经过非常长时间 对它进行建设 无论是从这个基础设施 还是从这个一些工业设施 其实这跟日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因为日本想独吞中国 特别是想独占中国的市场 日本当时跟德国一样 也是一个工业生产大国 所以工业生产大国的工业产品呢 就要找一个市场的出口 中国离日本这么近 跟日本在这个很多人看来 又是同文同种 据说祖先就是什么中国人徐福 到日本去繁衍下来的 所以呢 日本认为中国当然是自己的利益所在 但是德国占领了青岛之后呢 在疑似大战爆发的时候 日本终于找到了机会 可以把这个白人的西方列强国家 赶出中国的领土 这就是在一战的时候 日本借口 他和英国是有这个日英协议 所以呢 在一战的时候他站到了协约国的一边 和英国一起来对付这个德国 而当时德国在青岛有驻军 所以日本呢就找这个借口 对山东的德军发动了攻击 当时德军在山东驻守的兵力有多少呢 不到五千人 四千九百多人 日本动用了本国军队的主力 五万多人对青岛的德军展开了攻击 这个攻击啊 可以说完全是一边倒 日本在这个军事实力上 在兵力上是碾压德国 德国最终 我们刚说四千九百多人驻扎在青岛嘛 有这个四千人变成了日军的俘虏 日本如果是把德国从青岛赶出去之后 那么当然日本在青岛在山东 要有它的利益所在 这就引起了美国的警惕 所以美国和西方国家 包括英国 也不希望看到日本在青岛慢慢成为它占据中国市场 封锁中国市场的一个缺口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日本和美国就发生了一个潜在的战略冲突 一战结束之后 美国 日本英国 法国 意大利又开了一个华盛顿海军会议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规范一下 一战结束了 那么这些战胜国 这些协约国 要如何来发展自己的海军实力 如果是日本的海军发展实力 超过美国的话 这对美国在太平洋 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当时美英联手 就开了一个华盛顿海军会议 签订了一个 后来叫华盛顿海军条约 什么意思呢 以各国的实力 来规范各国海军总吨位的比例 美国和英国分别都是五 而日本是三 法国是1.75 意大利是1.5 所以当时美国就已经对日本绑下了一个绳索 让日本的海军发展 总吨位数不能超过美国 特别是当时的主力作战的舰艇 战略舰 是不能够超过美国 日本对此满不满意呢 当然不满意 日本所以开始跟美国在国际战略利益上出现了明争暗斗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美国和日本开战的源头 后来在1936年的时候 这个华盛顿海军条约就过期了 于是日本就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海军 日本大力发展自己的海军 会伤害到美国在亚太的利益 美国知道吗 当然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美日两国就产生了激烈的战略利益的对抗 所以美日两国到底会不会有一战呢 就像我们今天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有一战一样 日本当时的政策错误出现在哪里 导致他在二战当中被美国打败 其实我想在这个时候 如果日本不跟美国要一争高下 不跟美国在亚洲争老大的话 日本可以采取什么方法呢 日本可以用这个绥靖政策稳住美国 如果日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他对台湾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渐渐成熟 把这两个地方慢慢变成他合法的领土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日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他不但是一个海岛国家 他还直接有跟陆地相连的朝鲜半岛 那么日本无论在人口上 在资源上 在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方面 日本都跟今天不可同志而喻 所以说日本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等到1930年代 德国的发展壮大 已经令到欧洲必须陷入战火的时候 美国必须就把他的战略注意力 要转移到欧洲 这个时候日本通过壮大自己 然后在印太地区称霸 这肯定是一个指日可待的结果 但是当时的日本急于 马上就要在亚洲地区称霸 因为亚洲地区已经没有一个国家 包括中国能够抵御日本的进攻 抗战的时候 一开始中国军队在日本的进攻面前 如何节节败退 国民党军队如何的无能 我想这一点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如果不知道的去翻翻一些历史资料 就非常清楚了 所以说今天的中美关系 我个人觉得跟当年的美日关系 有非常相像的地方 中国现在也是亚洲刚刚崛起的一个大国 在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综合国力 军事实力 科技能力都有所增强 但是中国的 中国制造2025 还有一带一路 让美国看到了 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的冲突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中国是继续像邓小平所说的 韬光扬灰 让自己的实力不断的增长 还是像今天这样 就跟美国直接发生了一个战略冲突 虽然说美中两国现在都说要沟通 都说要稳固双方的关系 但是很明显 美中两国的敌意 是全世界所有人都看得非常清楚的 而面对目前这种局面 美国开始对中国的发展进行遏制 而这个遏制就很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1922年华盛顿的海军会议 最终美国用条约把日本束缚住 让它的发展不能够有这么快 今天美国用的是对中国围堵政策 希望遏制中国的发展 希望能够让中国不至于超越美国 那么两国的矛盾已经是很深了 接下来两国的政治人物 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化解矛盾 不要再重复美日两国当年的冲突的老路呢 我想这就是政治人物们的事情 我们只能在新闻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美中关系 其实在历史上 我们可以去看看当时二战之前 美日关系的发展 我希望两国都能够吸取这个教训 毕竟美中两国真是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来说 我看不到有任何得到好处的机会 所以两国的和平呢 我想才会让所有的华人华裔的利益最大化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